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我现在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报个平安 大家可能看到了加拿大最近森林大火蔓延 这个大火的烟雾都已经蔓延到了纽约市了 这个天空都是灰蒙蒙的 那我所在的多伦多我觉得还好 并不是特别严重 可能在下周就会有所好转 也许这周末就会下雨 那森林大火有可能会被浇灭 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 先给大家报个平安 那么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 就是CPTPP就是跨太平洋的一个贸易协议 中国跟台湾都申请加入了 但是目前还没有结果 最新爆料是加拿大总理特洛多 在跟英国首相特拉斯进行电话会议的时候 明确的表示说 把这个加入这个CPTPP的门槛提的很高 就是为了不让中国进来 特别是当中有一个国有企业的章节 中国根本就不符合 因为大量的国企中国政府在资助 而且占了中国GDP的相当一部分将近50% 这种情况说明这个体制不是一个自由经济 你怎么能够加入到这个自由贸易的协议当中来呢 所以说不管中国的体量有多大 这个CPTPP就是要把中国排除就去的 实际上最早由奥巴马提出来 就是从贸易上边跟中国脱钩 中国现在已经深度绑定整个全球化了 那我跟他脱钩确实是付出代价的 需要一步一步来 那建立这种多边的协议 其实就是某种程度的把中国踢出出去 后来这个TPP不是被川普给否了吗 然后又出现一个CPTPP 目前还在商讨过程中 我相信这个早晚的事 那么我也希望台湾能够加入进来 台湾加入进来就相当于 跟整个西方世界融为一体 那么你就是坚定的盟友 你就是非常重要的利益攸关方 不管后续如何 我们当然会持续关注了 总之看到加拿大总理 有这样的表态 或者有这样的意愿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而且昨天我也做节目讲过了 加拿大跟美国的联合舰队 通过台湾海峡 遭到了中共军舰的横切 用这种危险动作进行挑衅 对此加拿大的国防部长 有了一个新的表态 他说加拿大将继续 在国际法的允许地方航行 包括台湾海峡和南海 这是为了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 基于印太战略的布局 我们还会派更多的军舰到这个地方去巡航 就是没有被你中共的这种动作吓倒 我们该来还会来 而且还会来的更多 你越是这么威胁我 越是这样的耀武扬威 我越是要保证这个地方的安全 保证你不敢轻举妄动 捍卫地区的和平稳定 就是保护台湾 所以说看到加拿大终于硬起了一回 我也相信这是西方主流的态度 这也是早晚的事 不管执政党 不管一些政客 多么的想跟中国做生意 时代已经不同了 他们发现这个生意越来越难做下去 更何况你这个生意继续做下去 就等于给中共的体制输血 让它能够有更大的资金力量 去破坏全世界的和平 去影响其他国家的自由民主的制度 所以这是一个循环 你是在喂养 你是在养虎为患 所以说这些国家现在也开始警醒 虽然还不能够立刻抛弃中国市场 跟中国断交 这没有那么大的决心 触及的各方利益太多了 这个很难做到 但是它可以一点一点的往前推进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de-risk 这个去风险 之前说这个de-coupling 所谓脱钩 这个词现在不想用了 改成了去风险 去风险其实就是某种程度的脱钩 或者是更精准的脱钩 虽然国际形势对台湾越来越有利 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最新在欧洲的一个民调数据 就让我们比较担忧 如果未来因为台海问题 而导致中美之间的冲突 你站在哪一地方 你支持谁 我们看平均而言 说支持美国的只有23% 保持中立的高达62% 不知道的10% 只有极为一小部分是支持中国的 这不用说 这肯定的 但是支持美国的只有这么少 只有23% 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太一样 还有不少国家是少于23%的 这只是还讲的说 是不是支持美国 是不是支持中国 里头还没有提到台湾 如果美国不支持台湾 或者支持台湾的力度不够 那么这些国家 支持台湾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支持美国的都这么小 支持台湾的就更小了 所以从这个民调上可以看出台湾对欧洲来讲 可能宣传上或者是关系上还有在加强 当然了我相信欧洲的主要重点肯定还是在俄乌战场 还是在欧洲大陆或者是中东问题 而不是在印太 毕竟印太距离欧洲太远了 在这里的利益 最大利益是日本 是美国 是澳大利亚 但是我相信如果美国 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都非常坚定的支持台湾的话 那么欧洲作为盟友 我相信也会在这个制裁中国的时候进行配合 或者是其他的方面的支持台湾 总之任重道远 虽然现在兵凶战危 但是战还没打起来呢 还有时间可以备战 可以拉拢其他的国家 那么再翻过头来 看看台湾 就像我上期预告过的 那么据台湾的监察院长陈菊 最近在国安局进行讲座 他说中国现在对台湾进行了非常大的认知作战 一年砸下了3000亿人民币 约合新台币一兆3000亿 而且介入明年的总统大选是必然的 特别是会放出大量的假消息给台湾民众 所以陈菊的这个讲话是一个警醒 提醒大家 特别提醒他们所在的这个国安局 就是台湾的政府部门 要加紧的去对中共的这种认知战 进行抗衡 那同时呢 我们作为自由媒体 也应该坚守立场 对吧 也应该想办法告诉台湾的民众 不要被蒙蔽了 不要被欺骗了 不要被带风向带节奏了 你看到的很多事情 并不一定是真相 而且背后有可能是有人煽风点火的 比如说最近在台湾出现了MeToo风暴 很多政府的官员也好 或者是这个政党的工作人员 都遇到了性侵的指控 截止到6月3号的统计 现在民进党 党内的人员被爆出的性侵的案件 或者性骚扰的案件 已经达到18起 蔡英文作为民进党的前主席 还两次向社会道歉 说受害者没有做错事 应当被保护 被帮助 说人与人的互动要自我约束 应当明白哪些行为是超过分级的 还说要制定性骚扰的样态指引 来作为职场 校园等各种环境的性贫准则 及性贫教育的参考 这个风暴导致民进党的妇女部主任 和青年部主任等多人 因为对受骚扰的党工协助不利 而集体辞职 我们要知道性侵的问题 我说的可能严重了 就说性骚扰的问题 但是并不存在于民进党 现在已经蔓延到了国民党 所以说这个事情跟党派 不是有直接关系的 它是个人的问题 是个人不检点 个人在职场工作当中 出现这种小动作 让对方感到不适 这种事情发生在民进党 也发生在国民党 发生在任何党派 也发生在任何的职场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性贫问题 是保护女性的问题 是反对性骚扰的问题 而不是反对某个党派的问题 就是你没有必要 像某些这个社会团体 把这个专门说民进党 怎么怎么样 国民党也有啊 最近很多媒体也爆出来了 包括中国时报的主管 说他性骚扰 上报的董事长 说他性骚扰 端传媒的之前的主管 说他性骚扰 所以媒体行业里面也有 任何行业都有 所以这不是行业的问题 不是某个党派的问题 国民党同样也有啊 刚才刚讲过 所以说为什么专门拿出 民进党来敲打呢 还不是因为树大招风嘛 所以说你就事论事 就人论人就可以了 该起诉起诉 该指控指控 该上庭上庭 把这个事情闹明白 你至少得有取证环节吧 你得有辩护的环节吧 你这个现在好像营造出一种 民进党就是贼窝 民进党里面都是性侵犯 根本就不应该按照政党来划分 第二很多事情还没有定论 现在很多都是一面之词而已 不是说没有发生啊 我只是说没有定论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冒足乱飞 甚至只是飞在一个政党的脑袋上 这是不公平的 这背后是有操作的嫌疑 是有人在伸风点火 故意在制造事端 共产党一直在盯着台湾的大选 上次吃了亏之后 这一次一定是开足了玛丽 来对台湾进行认知战 想方设法的拉民进党下台 扶持他们更中意的势力上台 更有利于他们实现所谓的统一 所以说台湾人应该警醒 所以说这一次我觉得 台湾人应该头脑清晰 要极为冷静 在支持平权 支持这些感受到被侵害的人 去举报的同时 我们也要留个心眼 不要被带了风向 带了节奏 我并没有在此说 你应该头谁 不应该头谁 对吧 这是台湾人自己的决定 我只是劝大家 不要过早的下定论 要冷静 要思考 要有主见 哪个政党的政策 更符合整个台湾的整体利益 毕竟这是总统大选 不是九合一选举 对吧 这是设定整个国家战略的 是捍卫台湾主权的 是维护台湾现有的民主制度 跟生活方式的 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了主权 你没有了自由的空间 那一切都没有了 什么平权呢 你开玩笑呢 对不对 中国大陆的这种情况 所谓的性骚扰啊 性侵呢 不比台湾严重 一千倍一万倍 有人敢去声张吗 他有道理可讲吗 有司法公正吗 什么都没有 甚至连媒体都不是自由报道的 所以说你如果被统一了 这平权都不用想了 同志同性恋都不可以存在了 都会被严重的打压 歧视 你连现在去举报别人的 这个权利都没有 所以说孰清孰重 在这次选举当中 我相信台湾人将会体现他们的智慧 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司视频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呢 点击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可以打开节目更新的提醒 也欢迎大家加入会员 来收看我们会员专属的影片 未来我会加大 对这个会员节目的制作 因为有些话公开讲出来 可能会引起太多的争议 如果给我的这个会员观众去讲 有个更纯粹一点的 更简单一点的交流环境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